我们学心理访问大概已经四年了 那我看到的最大的改变应该是我儿子吧 那我儿子那时候我们在小国前 大概他七八岁左右了 他刚开始上小学 他一直情绪很不稳定 就是每次从家里走到他学校的门口 他都一直哭泣 然后不肯进去学校 可能心里有一些抵触他不太愿意进学校 那我们那时候已经接触了心理访问 然后也学了念经 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念经可以念心经给他 就是可以让他开智慧 可能也让他可以就是情绪稳定一点 那我们就开始念经 大概念了六到八个月吧 那时候一发现他也不太爱哭了 那情绪也稳定了很多 也开心了很多 然后那时候我们也说 这样子念经做功课很好 那也让他念经做功课 那时候他刚开始他不反对 可是他也不太愿意念 那我们就念了心经也是一样啦 就是六到八个月给他 过后他自己主动说他要念经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 然后如果你们家里的孩子的情况 也跟我孩子一样的话 你们可以尝试念经给他 那我们应该会看到很好的改变吧 在学佛前就是有一些比较刻板的那种印象 就是说学佛念经是给老人家做的事情 对对老太太啊老公公他们做的事情 可是自从自己跟台长学佛四年多以后 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子 如果我可以早一点念经学佛的话 我觉得我的人生会有很大的改变 是正面的改变 就是说就是你会觉得你会少走很多阴梦的路 因为就念经化解恶元等等的 就各方各面的话就是会有改善 我们也就在学佛佛局以后就开始学吃素 吃素前我是那种无肉不还的人 所以你叫我吃一餐 就完全是素或者是菜的东西 我觉得我是可能做不到的 然后对 然后我觉得就念经以后就观念改变之后 就会显示在你的态度 你的态度改变之后 就会显示那个结果不一样 所以学佛了之后觉得 可能在生意上或者是事业上 处事的态度已经不一样 会比较平静 然后就说很容易让你想到 就说那种解决事情的方法等等的东西 自从跟台长学佛以后 就说跟太太的关系改善了很多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在学佛前 就是三天一小炒五天一大门那种 就是有时会要把他架得很强 所以是很糟糕的 就是恶元很多 然后就是为恶元相向 然后所以就学佛知道说 念什么经文来化解两个人之间的恶元等等 所以现在如果你问我改变了多少 我觉得百分之八十九十 至于是完全不一样 还没有学佛念经要有 就是说可能先用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 来对待于学佛这样的事情 我们觉得就是非常感恩就是说 那卢俊宏太长把新访问带给我们 他救了我们的灰命 感恩大师都会关心菩萨 感恩卢台长 感恩新访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